习近平 德国总理梅克 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以及欧盟指挥会主席范德赖恩 30号透过视讯举行会谈 共同宣布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 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展现了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欧洲与大陆的投资协定 其实早在2013年开始谈判 历经7年超过30轮磋商 这份被认为是大陆与第三国签订 最具野心的协定 为了欧洲企业将可投资大陆飞机制造 云端服务金融以及医疗行业 习近平强调 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将为欧洲和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创造更大合作空间 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开放公平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投资协定顺利谈定 除了欧洲对于大陆内需市场 这块大饼寄予多时 另外针对川普的美国优先主义 欧盟也深感不满 紧接促成这次中欧谈判的成功 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 则是忙着修补与各国的关系 在大陆与欧洲联手前夕 急于不破网 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 在今年1月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后 至今毫无进展 反观大陆方面 不久前才启动RCEP的国内批准程序 现在中欧贸易投资协定 也成囊中之物 拜登外交经济团队 如何因应制衡 成了上任后疫情之外的 最艰难挑战 这里是谭若仪 最后报道 中日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